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要来吃两款菠萝 一个是Pink Glow的粉色菠萝 还有一个是Regular Pineapple 一般的菠萝 我昨天吃超市的时候 刚好见到市场上在售卖这种Pink Glow 其实这款粉色菠萝在两年之前就已经非常流行了 现在在国内的话售价也很贵 大概售价在700多,800多,900多 在美国的超市呢就是9.99$ 如果用现在的汇率来算的话 兑换成人民币也大概就是在72,73左右 我真的不懂国内为什么会卖的这么贵 所以这个粉色的菠萝在美国这边 还不是卖那种比较离谱的天价 就是大家一般意义上能接受的 正常的菠萝也要3块多嘛,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装的盒子 你可以看到盒子的这边 它是从Costa Rica进口的 表面这个图片上也可以看到是粉色的菠萝 美国超市里面售卖的大部分的水果啊蔬菜啊 很多都是从Mexico,墨西哥进口 还有是从南美洲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Peru, Brazil和Argentina 那这个上面的Costa Rica是中美洲的国家 可能美国也是占了一个地域上的优势 从那边进口过来的话 不是特别特别的贵 虽然它在两年之前就已经非常流行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这个粉色的菠萝 而且它也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卖 它是季节性的嘛 刚好我昨天去的时候看见了这个粉色的菠萝 所以就拿了一个 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尝一下 顺便也拿一个正常的菠萝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的区别 从颜色外表上来看的话 这个粉色的菠萝是非常黄的 应该是比较熟透的那种 一般的超市里面卖的这种黄色的菠萝 它外面的表皮都是一点绿 那我们就先来切这个粉色的菠萝 非常诱人的粉红色 哇 而且它的果香非常的浓 切开这个正常的菠萝 黄色的 果香也非常的重 两个看起来都非常的不错 给你们先尝一口粉色的菠萝 这个是黄色的菠萝 先来吃一个粉色的 那就是菠萝啊 我吃不出来什么独特的地方嘛 酸酸甜甜的 跟一般的菠萝没什么区别 那我们来吃一个这个一般的菠萝 真的跟粉色的菠萝没什么区别 网上一直在吹嘘 这个粉色的菠萝有什么 独特的糖果香味 什么果香比一般的菠萝要浓 我个人觉得就是差不多的 可能是我两个菠萝挑选的都比较好 都是酸酸甜甜的那种口感 所以个人觉得没什么区别 我们来看一下网上大众是怎么评价 这个粉色菠萝的 说粉色的菠萝带于独特的糖果香气 味道美味 汁水清甜香甜可口 所有的菠萝香味都比较浓郁啊 一般的菠萝汁水也比较多 也比较清甜香甜可口 粉色菠萝为什么这么贵 网上有这样几个原因啊 第一个是粉色菠萝种植的较少 只有在哥斯达里加 就是Costa Rica种植 没有大面积授权生产 粉色菠萝的生长周期较长 大约需要26个月才能结果 That makes sense 就是你生长周期长的话 生产成本比较高 人工成本啊 土地租金啊 粉色菠萝是利用转经营技术培育而成 转经营技术可以降低果实中的番茄红素 使果肉呈现粉红色 到了半天这货原来是转经营的 因此产量稀少 生产成本高等因素 导致了粉色菠萝的价格较高 这个用中国的话来说的话 完全就是卖的智商税嘛 为什么在中国卖的这么贵 七八百块钱八九个块钱 买一个红色的粉红色的菠萝 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如果你好奇它的口感啊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它跟原来的菠萝吃起来差不多 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你觉得它可能比较甜一点啊 味道比较香一点啊 可能就是因为你花的这个价钱 主观意识上觉得它比较好 卖给你的就是你的好奇心 然后昨天去超市的时候呢 我还买了一个这个宝贝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见过 这么大一颗 天哪 比我的脸还大 比我的头大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如果有想知道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关注并且转发 我们下期视频来揭晓 我们要吃的 黑一颗的粉红色 比较白的 黑一颗的粉红色 嗯哼 好 吃的 黑一颗一颗的粉丝 挺平常的 那是困難的 那是困難的 是困難的 似乎像是困難的 那是他的臉 等下 這是甜蜜 你覺得嗎 是的 還有,你試試這個藍色嗎 等我完結一下 這真的很好 它是冷的 我的臉 但它是不錯 它是有點像的 對,它是比較好 沒有辦法 它是 我試試 both of them 我看它是一樣的 沒有 這紅色是比較好 對,這就是甜蜜 你確定嗎 是的 哪一種是最多的 兩種的 最多的一種是藍色 但是最甜的是紅色 所以你覺得紅色是比較多? 是的 然後紅色是比較甜的 是的 非常好 哪一種很好? 紅色 你們選擇紅色嗎? 是的